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1日,这是今天第二场多点心结果 接着给大家继续谈一谈,你们现在如果有时间的话,建议你们重新读一读毛泽东当年1966年6月 在湖南滴水洞当中写给将军的信 这个毛泽东死了以后,这个毛泽东生前肯定没想到他这些这个部队里边这些和他一起打打杀杀战场上赤杀风云的啊 那对毛泽东非常忠诚的啊,就革命战友们竟然把他老婆抓了,是吧 而且老婆就死在监狱里,毛泽东没想到啊 所以这个事对习近平来讲打击是很大的啊 习近平现在有的感觉啊,非常害怕啊 一个是,你看这个,出来讲话的时候,在湖南做的还是凉水败的 证明身体的慢性病很厉害啊 疼痛发作的时候,这个面部表情扭曲啊,那就是很难忍 咱们不太清楚什么病啊 不过从他今天发的一些视频看 似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比当年毛泽东写信的时候好得多 这样咱们也必须得承认啊 一个是健康的一位 因为他知道,反正是你在怎么权力基于身 小兄弟们在怎么假装忠诚呢 他也知道总有一天要拜拜,对吧 这个生命的有限性 这个东西很厉害,很公平啊 他害怕啊,再料理一下后事,准备后事 这个原因 第二呢,这个现在你想想,习近平那么亲的处境比毛泽东危险多了 毛泽东那年代,你想,外部环境是连美抗促 毛泽东是应该讲很精明,对吧 一百八十大转弯的 以前骂美国是美国第一帝国主夹着又逃跑了 最后突然间尼克松带老婆来了,是吧 在这之前是这个,基辛格明明在假装在非洲访问 直接偷偷溜到中国来了,对吧 所以政治舞台上那些政治人物往往都是些骗子啊 所以你少相信他们的话,他们根据政治的需要吗 最后小球转弄大球 就是那时候毛泽东的外部环境比习近平现在好多了 习近平现在的环境我不用讲了,不用服输了,你们都知道 用一个词来形容最准确 四面楚,濒临城下 对内呢,哎,现在从表面看,他还没像毛泽东那么危险,为什么 毛泽东那时候啊,就反毛泽东这两面派很多是军头 现在有军头,但是尤其的军头呢,有人家叶剑英啊 就是邓小平那些派系那些人的势力,没有啊 但是你不要忘了,由于中共官民现在撒谎 咱们不太清楚军队发生什么事 但是肯定火箭军这是一火,刘阿周是一火 郭伯雄,徐彩虎是一火,方魁,张阳是一火,你想这多少 云捷起来,一路老西呛的啊,老西害怕呀 所以他为什么在跑到湖南去,极大的恐慌 而且,他这个毛泽东时代对他刺激太严重了 他当然,我上一场留个提问是滴水洞 他倒不一定到滴水洞了,滴水洞 现在是旅游景点了吧,我不太清楚啊 反正毛泽东藏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就怕林彪这些 表面可以暗杀他,当时他就躲动躲西藏 怎么看出来的呢,你读一读叶永烈的书 其实我以前早就看的啊,我这样为了做这个节目 就把这个文章拿出出信看了一下 毛泽东当时写给林彪的信,给江青的信呢 表明毛泽东晚年只相信他老了,谁都不相信 就和现在习近平只像彭丽媛一样,只相信彭丽媛 所以我推测习近平到南非去开会这两天的 全力是交给彭丽媛在这部长 我认为啊,是这样的,习远平他们 保卫工作的习远平的负责,不是什么宗少 也不是什么黄晓虎 毛泽东晚年写给江青的信 在洞里写的时候用一些暗语 都不敢直接提林彪的名字 你就想多么危险 外界当时看着名票行话声音怎么能看出来 看不出来吗 算是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啊 那时候吃饭都得给毛泽东祝福,林彪祝福才行啊 林彪祝金党章了,是二号领导人 每当出来穿小板鞋,手里拿鱼鲁本 那时候小板鞋是卖最好的,2块8亿一刷 咱买不着,咱买不起 就是那个布的鞋啊,现在都不当回事 我现在踏了这个鞋就一个朋友送了 送一个家,从国内送一个踏了的 很很舒服,就小板鞋 一只板鞋倒的也可厉害 这个事件我给你们讲讲民俗哈 这个服饰的事 我要告诉你,毛泽东给江青的心事这样讲 他说,6月29号的信收到 因为在日子前,毛泽东和江青是保留信件交换 不然现在已经没有不安全啊 就是提毛信是最安全的 他说是,你还是照为整两同志的意见在那里 就在上海呆着,江青在上海他俩分居啊 啊,高层的斗争非常危险 我就跟你讲吧 你看表面讲一个人瞪一眼都是假装的人 那我叉小舅舅 搞不好,突然间就抓起来,就死掉了 西平吓死了啊 你看毛泽东当年初见就知道 他为何陈是谁呢? 魏是叫魏文博 魏文博,陈是陈沛写的 这都当时的大佬,都是中午观察的 我们耳熟能想的人 那时候我失了所有人家 记忆很小,记忆忧心 他说你要按照这两个人的意见 就在那里上海呀,住一会儿,你好 你就不要过来找我 他说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 他指这两次接见 一个是见尼贝尔国王王太子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 他有两个外室活动 就告诉江青啊 这说明是毛泽东到晚年临死之前 最吸引人的不是什么华国疯 不是什么王洪文 也不是什么其他那些人 砸其他阿瓦来 跟他们上邓耳瓶大师的关起来 最主要吸引人就是江青 他老婆 这就是独裁统治 固有的特性就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乔塞是会不是带他老婆 连被枪毙之前 也是带他老婆外宝刚回来 1989年 最后就棒了一声 打死了 乔塞不他老婆 本人的士兵 这枪毙的士兵家 你不要打我 我说你们的母亲 那士兵说你是我们母亲的敌人 你杀了我们无数的孩子 哇哇太强 你看那视频 我看了好几遍 不是我在这编故事 你们看了啊 下场是很悲惨的 我独裁统 吓死人了 我说 你看了那一段 你就知道为什么习近平现在 搞生气 纵过这个样子 不听好人劝 吃亏在眼前 你要是我在西雅图 发那个视频 如果有人给习近平看了 习近平当时按照我的座 就没有今天了 我就跟你讲了 我是很善意的 我跟你讲 你不来不要来整我 你整我恰恰错了 我这人最好的 我跟你讲 我舞蹈无开的都是很善意帮助别人 我帮你 你不听我 我没办法 你看我在西雅图接受 万维网楚媒的采访 因为万维网那个老板是重庆人 他经常回重庆 你就想像那个那个事情 一个来小时吧 是吧 你们看一看 我给他怎么建议的 好 如果当时按照我的建议 现在这个行事确实不是今天 走不回去了 我要告诉你 很麻烦啊 他讲 他说 他住在十多天 就滴水洞里藏 就毛泽东为了备战了 也为了躲避这政敌 对他的暗算 因为他知道这人缺了两面 你看讲挺好 不定什么时候碰一下 就给你抓了 就杀死你 你看讲 你十多年不就是什么 这些西安事变 那是被把兄弟张学良 和他那是被把兄弟 他说 他说住了十几天的山洞里藏着 写这些东西 消息不太灵通啊 28号来到了白云黄河的地方 是什么 暗指就是武汉 就毛泽东很有文采的 武汉不是白云黄河吗 他说在武汉 他这么形成 先到杭州 他为什么搞在西边那山洞 就是这个湖南是杭州的西边 对吧 在西方的山洞就住了十几天 就是滴水洞 就这个地方啊 他说我来到这个黄云白鹤的地方 到了武汉了 之后到了武汉 先是杭州 然后到了湖南 然后武汉 毛泽东东躲西藏的啊 就让下边的人摸不到在哪里 下手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西级明显就这样 你看看他和毛泽东一模一样仿造的啊 他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性微 就中央委文件 就国内动态形样啊 新华社主要是这个 看国内的负面消息 那个是白字啊 就白底 就是那个白纸啊 咋给送提 我看过啊 你们都没看过 因为那是机密局密 新华社有啊 人家说新华社支持的人少吧 偷偷看怎么回事 说 那是我 我当时看王炳章怎么出来的啊 我还以为很详细啊 你一看胡耀邦太好了 底下人都不同意啊 胡耀邦说 可以放他家人去 说没什么啊 要包容 为他们要包容啊 你看胡耀邦这个人太好了 就看这个看的啊 以前都造假 都是假的 就这个东西了 那看完就消毁了 到一定时间他看完了啊 那些现状啊 那个机密文件啊 他是每天看这个 看材料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值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啊 勇鬼蛇神自己跳水 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决定 所以跳出来不可 所以这段话对习近平影响太大了 习近平因为反对他人是勇鬼蛇神 你们知道吗 而且七八年就来一次 说为什么习近平要搞建议斗争 不断斗 就会影响很深 没有办法啊 毛泽东这话对习近平毒害太深了 那么当时毛泽东讲的就勇鬼蛇神是指 文革初刘少奇邓小平开出工作组搞的白色恐怖 就毛泽东还是指他的政敌 他当时也不是太明确是谁的 反正就这伙人毛都不相信 因为当时林彪不鼓动被人崇拜吗 还把这个自从这个秦始皇以来 以来的封建帝王立朝的政变 搞了大材料汇变给毛泽东看 这边呢林彪让他的儿子林立国搞了个武器 工程机要想跌幅毛泽东 对吧 毛泽东速度有点察觉 就这种矛盾这个心态啊 这都过去的历史了 其实你们仔细研究研究都是常识啊 我要告诉你 因为我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人 我才能看明白啊 他说呢 这个我的朋友的讲话 他都没指引林彪 你看他给江青写信中用暗语 江青知道 这指的林彪啊 我的朋友的讲话 中央吹着要发 他有中半嘛 就是咱们那个文件 那个什么文件呢 就是关于那个政变的文件 就是林彪提醒毛泽东 要防止政变 其实他恰恰他搞政变 是吧 现在看林彪够忙 林彪的儿子林立国是爱国英雄啊 是耶稣锦克刺秦王那类型 咱们吃了 下手不够狠啊 那当然这些历史都有在研究的 咱们讲不得清楚 我只是根据你公刑的说法是这样啊 他说呢这个这个问题 他说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他是专门讲政变问题 就是他里边罗列太多故事 历朝历代的 因为我学历史的哈 我最烦是别人讲历史来讲今天 那都是常识 你真正大学毕业那算啥事 哎 反倒就有些写这些东西 把它讲这些东西看的人多 那说明你们没怎么太读这方面的书 对不对 因为你们有时间 倒不是说你们没有别的能力 人各有特长 有些人都做生意厉害啊 他说这个问题啊 想法这样讲法过去没有过 就是他把那么多的政变罗列给毛泽东 说到底是吓唬毛泽东 还是告诉自己要政变 还是提示毛泽东别人政变 毛泽东当时搞了一头雾水这个意思啊 他说呢我总感觉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 我的那本基本小书 什么书就毛泽东选机 这一口毛泽东有那么神吗 毛泽东当时不太高兴 有那么大的神通 现在军他一吹全党都吹起来 这是王婆卖卦自卖自卦呀 我是被他们逼上良善的 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就是毛泽东不主张 就那种吹口 就这个意思啊 是出于谦虚 还是毛泽东处于伪善 虚伪咱不知道 就像新云现在看这个 新华社人民说 是不是对底线人 写这些东西 也是挺烦的 不太像 你说他烦 为什么你看到湖南考察 又带着江金泉 江金泉那不都是马屁型 那就是典型大虎勇是吧 还有王沪宁你看王沪宁今天有一题啊 你们都没注意 凤汉网先报道了 有小视频 讲到这个王沪宁啊 见了这个金泉恩太太的小兄弟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消息 还有这个小视频呢 这个不知为什么 新华社到现在没发 可能过一会儿能发这新闻啊 其中就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北韩的一个政要 啊来到了这个北京了 可能过一会儿吧 过一会儿我找找新华日报 给你看看 是个小视频啊 那王沪宁就想给习近平包装成 像类似像当年林彪这样 想给毛泽东包 给这个毛泽东 这个搞成神 是吧 忽悠啊 现在咱不知道习近平怀疑 是谁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毛泽东自己也不太喜欢 就他那个 就关于毛泽东选机 别人给他捧针了金句 那习近平现在的同志下 不也在新华社都不能讲到这个金句呢 啊 就在重大问题上 危险你同意别人 这是他一生第一次啊 就毛泽东不得不同意转发那个文件 就林彪那个关于政变那个故事 那个文件很长了 你们可以看了 那个不保密都有啊 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那在重大问题上 就毛泽东就只有相信他的啊 叫做故隐人的意志未转移吧 指的是什么 18号林彪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上 长篇讲话 罢念 邓辩讲 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 又称毛泽东是天才 说毛泽东的话 句句是证明 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现在在吹捆习近平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的人 都有谁呢 都有李强 丁学祥 啊 这个何立峰 就底下这些伙人 对不对 那到底是谁 实际上不清楚 啊 他说 因为毛泽东太有学问了 他每天读这个就是那个现状书啊 这个脑子都乱了 没讲话的时候都是引经据典 都是古代那些历朝历代的故事 本人在监狱里也看过了二次史 就是看到了唐朝没看完就放了啊 这很可惜 要再不放 再有个五六年就看完了 那个看可是认真看啊 这里他提到这什么晋朝 晋朝知识分子啊 和帝王之间角力是最厉害的 最有精神品格就是晋朝的知识分子 你们看很有意思的那些故事啊 皇帝来了 这些知识分子在带炸铁啊 活个绑了 咣咣炸铁 大麻掌 人理得不理皇帝 那挺有意思的 他这里讲了晋朝 因为毛泽东也挺佩服 他说 晋朝人远近反对流亡啊 远近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吗 哎呀 你看个晋朝的历史 你看完以后呢 那知识分子的竞争品格啊 他说 他从洛阳走到成稿 看到 事务英雄 碎死数字成名 他瞧不起刘邦 那不就是世上没有英雄 你才 你才 了不得成了 成了这个英雄人物 是吧 事务英雄嘛 碎死数字成名 就是意思 你是错的八高个吧 没啥本事 就像现在 你李强怎么当上 后院总理的 是因为世上没有本事 不是没有本事 有本事 习近平不用 说是吧 有本事呢 郭政华比他强热了啊 还有陈陈兰都挺行的 你也包括韩正 如果当总理 嫌疑比李强强热 但习近平还怕不忠诚啊 是吧 你看他挺有意思 他说 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 说过同样的话 原本不是鲁迅文章写得好吗 鲁迅也不这样 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喜欢他 那么坦率 毛泽东必要赞成鲁迅 那是因为 鲁迅没批评过毛泽东 因为鲁迅那个时候 鲁迅被共产党欺骗 还对共产党的政权抱有幻想 是不是 要真正鲁迅回到建国以后 如果活着的话 早也是抓到些文字语吧 你看毛泽东 以前建国之初 是挺佩服刘亚子的 是吧 刘亚子是施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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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是吧 我现在回想我自己做的不对啊 我在大连日报工作的时候 也是年轻了 当时也那么发表点文章 也觉得了得 自己因为挺有本事的 也是眼皮往上翻的 现在感到非常惭愧 所以那个大连日报同事们 大部分当年和我共事的人 这个却有负面的评论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就拧笔红红 确实我见谁都不打脸 因为是目前我的能力最大的能力啊 所以呢党支部书记余秦志也看不上我 从来没给我笑过啊 你知道后来我都到文文二工作了 哎呀 踩着奥迪轿车的时候 偶然碰到余秦志 余秦志像对我笑的可灿烂的 握了我手使劲的摇 我心想 那不在报社的走廊那么摇 那摇我早就入党 升官当总编副总编了是吧 我现在想就是这个人浅薄吧 就这样啊 四财奥五七十段做得不对啊 哎 我这个 坐牢出来以后这个人就变了 因为我在监狱什么人都打交道 我才知道一个人最重要 是要和群众达成一些是吧 而且要学会见人讲人话 见鬼呛鬼话 这个 我给你们开玩笑啊 就是那个远近这些人就是那样 就特别的傲慢 有水平啊 刘雅子你看毛泽东当时也挺佩服的 建国之处 后来随着权力的盘神文革 以后啊 就完了啊 就知识分子他也都不喜欢了啊 其实毛泽东年轻很崇拜胡适啊 傅斯年 这些人呢 就知识分子呢 有学问啊 这个满腹经纶出口成长啊 住住等着毛泽东很可以够 后来也不可以够了 他就讲到那个鲁迅 他说呢解剖自己 往往言语解剖别人 在跌了几条之后 我也往往如此啊 就是1958年 清新的无产万金粮 毛泽东反思 毛泽东比习近平强多了 毛泽东有误性 习近平这个人当些位置才没有误性啊 当些位置才没有说 做检讨 8000人大会做检讨 其实他应该做检讨 说我做了三年封共 看来我做错了啊 这个 要应该去检查 他没有 他没有资质 这习近平我发现 他感悦着毛泽东一万分之一 是不是啊 就是你看他自己讲的 毛泽东自己讲的 你看58年 清新的无产万金粮 他的意思是他要抵人骗了 全面冒际 大运进失败 六二年七千人大会自我检讨 就指这些事 他就讲呢 他跌了几脚之后 他开始跌脚了 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我是自信 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代曾经讲到 自信人生二百年 汇荡水迹三千零 可见神奇多了 我对毛泽东这句话记忆尤其卫生 就是那时候我这个年轻啊 就是少年时代的时候也是有点理想 现在想起来也是 精神有点是好哭吧 就是说 就是 也是赤大财素我现在想 那时候我的好朋友就是张江了 就我们俩就在一起读这个毛泽 这个主作 就这篇文章的时候 当时 就是内部传达了嘛 咱们有手操本啊 谈完以后我们俩也研究过 记忆犹新啊 就人生 自信人生二百年 汇荡水迹三千里 准备盖翻试铁 那时候我和张江两个断裂身体 还吃着蚕豆断裂身体 张江他家就在那个 这个大连那个劳动公园的西门 西门堆着那个日本房子的他家 他爸是那个医学院的教授 心理学教授 心脏心脏专家 很有名 我经常到那里去看他 他在那里练养 他当年也想盖一番事业 最有意思是什么 江青林口就垮台那几天 他写信 咱们俩一块策划写信 他写信骂 咱骂江青 但是咱们特别幸运 因为那时候江青已经完蛋了 基本快完蛋了 所以那个西门没出事 猴主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回想 如果有回想咱就完了 咱就死了 咱想去那时候写啥 大列花写啥 你问张江 张江不会不承认 对不对 后来我和张江一块下乡 他也是新进县的 我们俩到匹口 登牛眼驼子 当时我们俩做司 我做前两手 他后两手 我做那两手是 迎风支点牛眼岛 三山五水化尘埃 我做后两手 后两手是这样 前两手是张江做 我做梦记不住 你问他吧 张江最大的班 当成李长春办公室主任 是吧 最先是跟书记曹伯春到广西 是办公厅主任 然后推荐给李长春 当李长春办公室主任 接这个审理宣传部 就在那个期间 我给他通过这些电话 其实当时我想找他 叫他帮忙 给我调到广西 或者是广东就没事 不觉得就不能整掉我了 他接电话了 但他告诉我 他说他才会 我违平你快点讲 我倒是不高兴 其实我这一点内心就好了 我要告诉他 我说我出事了 求你办个事 你一定要见我 他可能也能见 因为在那是发小影响 那关系 我没变一世以后 你问他 他后来最大的官 就是中科院副院长 他年轻的时候 理想是成郭沫若的角色 最早和最少的郭沫若的角色 他文章写得好 张教文笔特别好 评论写得太棒了 当年在新进县的文人圈子当中 他写评论是好 再就是刘俊丽 刘俊丽过世了 最后一战是 辽宁日报政法部主任 和我关系超好 我们共同的老师是江东清 江东清是诗人 你问问现在都知道 他有个大作家刘远矩 现在是报告文学专家 钢琴梦的作者 还有个大的编剧家高满堂 高满堂是个大忽悠 咱们写电视剧的 比共产党产杂的 现在成为一般富豪了 据说现在正在温哥华的豪宅里住人 前段时间我上温哥华一个朋友说 你知不知道这高满堂他家 我说我怎么知道他 我说你把他扒他皮 我都是他骨头 他下乡在瓦瓦公社 但是我不可能去找他 这个话长了 今天不是假 这些其他的事 我要告诉你 毛泽东那个时代的时候 毛泽东啊 这个是在年轻的时候是很有志向的 也想干一番事业 但是随着自己权力的盘始变质了 这或许 因为习近平我不了解 或许习近平也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也想干什么事 但是财大 这个人是智大财鼠 这个意思士气很重 结果搞了几年这程度 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习近平晚年这个极大的不安全感 来自于他被权力失去的恐慌 他就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满眼都是敌人的 所以呢 那毛泽东在这个滴水洞当中给江青写了这封信 让我们可以 帮助我们解读习近平现在的处境 他为什么到了这个湖南 那么问题是咱们现在不太清楚 在他到湖南来 那么这个谁这个 谁晓明在日子前提出思想解惯运动 是他受益的还是 李强受益的 我个人推测很肯是李强受益 因为李强想抓经济 这些把这习近平欺望反习近平的人 其实说的是对的 必须抛弃习近平的基础路线 解放思想 从不可以改革开往年代 你才能解救眼下的经济困局 但是现在已经失败了 这个习近平来了 是吧 习近平 估计给谁晓明好一段讯 我看今天早上有个自媒体也讲了这个事了 我觉得这个还得下午再进一步合适 因为咱们现在不清楚到底 这个发生了什么 就是就在猜测 从我读习近平读这个重读 毛泽东给将军的信 但我看到习近平现在是非常恐慌 恐慌可就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来自于张又霞 在部队当中这些 对习近平有一些的将领 这就解读了这个 何卫东发说的虚假战斗力 是吧 那不就指责张又霞吧 是不是这法律 就部队有一批人准备要干掉习近平 习近平感到害怕 就跑到这来了 来了以后呢 因为现在还面对着党内的思想混乱 李强为了救经济 还有想从走改革天王路线 是吧 鼓动沈小明 沈小明是个技术官僚 他不太可能是 就是赞成毛泽东那一套 一定不赞成 因为他不是这个医生 对吧 你看他个人的潜力就可以看到 还有水平啊 又是博士 他肯定看完西平 是吧 再加上你看这一两天的视察 这个沈小明 毛维明 这些人就是湖南地方官吧 满目愁容 心事重重 是吧 这个习近平又是什么 又是病殃殃的 不离攀山的 是不是让愁容满面 对 可有毛泽东满面 这个 这个情景啊 呃 所以你们读读这个 这叶永烈这篇文量吧 我觉得还是对你们有所帮助的啊 这个他说呢 这个毛泽东这封信啊 叶永烈讲啊 他说是 呃 1966年 6月 毛泽东在武汉的那日子里接到江青 6月29号上上海发了信 他把低水洞里写旧的草稿加以修改 补写了前几句 7月8号就发给了江青了 这是一张一封不平常的信 他的重要性不雅于当年的516通知 他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又深刻的著作 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 可是呢 他全部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啊 容易读懂 大概是由于那一当中许多思绪 还不能处于公众 完整的提供公众啊 甚至不能告知政军委员们 而他又自以为这些低水动众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 存存 存下来 再三射所以恰当的形式 就给他的七十将军写了这封信 好 刚才我给大家已经读了啊 那么这封信还有些内容 你们自己找来看一看啊 我就不去想想 因为信比较长 这个信为什么能保留下来 后来就是有些人呢 私自把它藏起来 等到这个林彪垮台以后 有人就把这个信拿出来 因为这个信当中看来毛泽东当时不信任的是林彪 就怀疑林彪要搞政变嘛 这两面派 他说 毛泽东的信从论 20世纪中国的过去 评述眼下的中国左派 右派和中间派 又预言他死后中国的未来 这是一篇到处的毛泽东战略 不寻常的信 他把这一信写给江青 既表明他对江青是充分信任 又表明他给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独裁的时候都这样 西年现在要信任的有谁就是江青了 对吧 毛泽东当年对江青非常信任是可信的 60年代 毛泽东到广州对陶柱说过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 在政治上对我这个有所帮助 他的政治上很敏锐 你毛泽东玩了很多女人 江青肯定不高兴了 对不对 你看这里还有这个 毛泽东江青和毛远欣的合眼 你看当年是这样 后来毛远欣也做了大佬 毛远欣当年当过辽宁割会主任 我是辽宁人 我都有体会 赶社会主义大吉 在北票搞的基础这套 都是毛远欣搞的 把这个张志欣后本割破了 割死了 也是毛远欣搞的 这个毛泽东儿子毛泽英 死在朝鲜战场 如果不死他就是二皇帝 那么实在命运人就只好信任他这个 侄子毛远欣了 对不对 应该是我现在的现实和当年 八童小异 但是习近平的儿子还没付出台面 不知道是谁啊 据江王正小朋友讲 是早年有四个儿子 咱们不太清楚 如果有的话 他大概率是准备要给儿子的 如果没有 他要给江青还是给习近平 还是习近平 咱就不太清楚 是不是 为什么对宁童鱼的诊数这么严重 或许和这些有关系 如果不起来上来 他就会给自己的儿子 一样的 就是独裁者都是这样 没什么奇怪的 就是政治制度使然 那么问题是接下来 中国会发生什么 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已经 看着纷纷的其三言两语都开始报道了 评论了 是有道理的 这封 叶永利这篇文章告诉你们 毛泽东这些信写完了给了江青 后来呢 曾在武汉给周武来和王任重看了 这表明毛泽东对王任重周武来是信任的 说毛泽东多次到武汉 他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个人 毛泽东行动亲密 路过一些什么事 往往不喜欢地方官员迎送 王任重的意外 所以他就怕地方官员杀他 习近平也是一样 说周武来看完了以后 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这个信给不给林彪看 说因为信众批评了 毛泽东 林彪 毛泽东同意了 说此信诚实林彪吃了一心 就林彪或者卡里吓坏了一口汗 说林彪为什么跑 大概和这有关系 我认为 越后 说当期向毛泽东表示悔悟此一句 我不应该那么讲政变 这篇文章讲 监狱林彪已经有所表示 何况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亲密战友接班人 毛泽东自己下令销毁这个信 就像习近平现在动不动销毁这个销毁 没有用 是有些人 但是呢 林彪看了以后 不愿中央保留这个信 那么齐本宇后来就讲 他是当着江姓和叶群的面 把信就烧了 但是有些人偷偷留下来 谁留下来呢 都来王任重 豪祝这三个人 两个人 也说两个人 他没有留着 留着自救 等毛死了又出事 搞事 结果 终于来提前死了 对不对 那么王任重 逃住把这信留下来 在林彪倒下以后 1972年 林彪不跑了吗 5月份 公养就把这信拿出来 利用这个信 是吧 来凑林彪 此信作为 会议主要文件印法 为私人所知 所知 我刚刚给你讲的 为什么年薪少年时代 我和张将能知道这个词 我们当年很愿背的词 这个词就来自于这里 是吧 就叫写是毛总青年时代的决心 政治人物的决心 就是人生 自信人生二百年 汇荡水晶三千里 现在想的花里可笑 是吧 这个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这个人哪 你不管当年有多大的志向 你只要 只要进了体制 入党升官发财 你就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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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包括一些文人 给中共拍马屁的 你只要给他拍马屁了 你想换取你的物质力 你基本这一生就黑了 说为什么中国的作家是 包括电视剧的作家 写不出 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这样的作品 原因就在这里 说为什么现在中国很多人围攻墨园 原因在这里 因为墨园就是擦钉球 他那些东西未必能够传世 真正传世的 还是什么 还是人家这个前苏联的 是吧 这个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 那么下一场再给你们讲讲 其他的内容 现在这一场告诉你什么 就是他到湖南的大背景是什么 经过我给你这么一讲 你在你们自己的独独烈 叶永烈的救助 豁然开朗 由此你也可推断 在未来的日子里 中国将发生什么剧烈 你们准备好你们的心脏 你们将面临一个什么的 地动山摇的时代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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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